今天上午台南永康区有一栋三層楼的出租套房传出了火警 幸好没有人受困 不过出租套房没有装设住警器 也和当初申请的使用名目不同 所以市府将会开罚 也会对于学校附近的宿舍 还有集合住宅等场所进行消防安检 而警方比对了监视器之后 是发现到一名可疑的嫌犯他住在一楼 所以不排除这起案件 有中火的可能性 农烟笼罩名宅消防人员紧急出动 二十五号上午七点多 台南永康大湾路追动学生出租套房 发生火警 许多人从睡梦中惊醒逃生 八人由消防人员疏散 另外十人自行脱困 但房间数众多 有的还上锁 消防队主义破门也请房东开锁 才确认无人受困 但也发现里头没装设驻检器 消防队初步研判是有人在一楼的 一零一式烧杂物导致火警 警方也比对出一名可疑嫌犯 调查后发现他住在这栋 出租套房一楼 不排除全案有纵火 可能已将人带回调查 全案将朝违反刑法公共危险罪侦办 市府也同步发现这栋楼有擅自变更违规使用 将一件主法开罚 没装住警器也将罚六千到三万元罚还 出租套房临近昆山科技大学 校方清查至少十名校内学生租房 但这栋出租套房并不是学校推荐的合格校外宿舍 昆山科大表示学生落英火警暂时没住处 会请他们先搬回学校宿舍 也会加强宣导租赁安全 市府也将针对学校周边学生宿舍 集合住宅等场所进行消防安检 记者综合报道